Hello,大家好,我是志祺 欢迎回到志祺七七的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 社会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心知 那今天的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 富爸爸穷爸爸 你看过这本在全球销售二十几年 卖出超过四千万本的理财圣经 富爸爸穷爸爸吗? 1997年罗伯特·清奇出版了 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 透过有钱跟贫穷的两位爸爸 来说明两种截然不同的财务价值观 富爸爸是作者好朋友的爸爸 这位爸爸虽然国中就辍学 但透过不断地学习财务知识跟经商 最后变得非常有钱 至于穷爸爸则是作者自己的亲生爸爸 他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 拿到博士学位 后来成为一位老师 最后还当上政府官员 严格来说并不穷 可是他们家却还是常常在烦恼前的问题 这两位爸爸在过世之后 富爸爸留下了巨额的遗产 而穷爸爸则是留下了一些还没有付的账单 作者认为两位爸爸都很勤奋 但之所以会有完全不同的财务状况 是因为两个人对于钱的价值观不一样 而作者在出版这本书之后 二十几年来争议不断 由于盛战 这是一本让人忽然开朗的理财圣经 但也有很多人大骂他 害很多人倾家荡产 非常的可怕 这本书到底写了些什么 批评他的人又提出了哪些论点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富爸爸穷爸爸吧 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 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 你希望你家的孩子更聪明吗 你就发现当爸爸参与共读 不同的叙事跟用字 能够激发孩子更好的认知表现 富金节就让忙狗狗陪你和孩子一起共读吧 忙狗狗生活教育绘本 从日常情境 培养孩子逻辑思考能力 还有深受好评的寻宝游戏本 在台湾的场景当中练习长时间专注 不想睡觉的探险更适合爸爸共读的入门选择 全套16本丰富多元的主题 忙狗狗邀请所有的爸爸们一起参与共读 让孩子在成长路上加速前进 现在输入志祺77专属折扣码 就能享有富金节八八折的现实优惠 马上点击资讯栏的链接到官网看看吧 好的,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 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正题吧 首先,作者认为 富爸爸第一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有钱人不为钱工作 听起来好像蛮干话的 有钱的话当然就不需要为钱工作 不过作者的意思其实是 两位爸爸的赚钱方式不太一样 穷爸爸会为了钱去找一份工作 但富爸爸则是想办法自己创造出金钱 小的时候,当作者问这两位爸爸 要怎么样才能赚到钱的时候 穷爸爸跟他说 你要努力地读书,长大就能够在大公司 找到稳定有保障的工作 可是富爸爸却告诉他 你不该有必须要靠雇主给你薪水 才能够生活的想法 你应该要想办法自己赚到钱 当时这位富爸爸还刻意 聘请年幼的作者亲戚去他的杂货店打工 但却不给他薪水 希望能够激发他的想象力 靠自己找到赚钱的机会 在杂货店打杂的日子 作者观察到 店里每个月都有一些卖不完的漫画要销毁 于是他就把这些本来要丢掉的漫画 放在自家的地下室 开放给邻居小孩看 再跟他们收入场费 甚至还聘请了自己的妹妹当鬼台 这是作者第一次靠自己赚到钱 不但不用靠老板给的薪水 而且就算人不在现场也有收入 于是作者渐渐了解 比起去找工作赚钱这条路 富爸爸更重视对于赚钱的想象力 最好要能够自己找出赚钱的机会 进一步做到让钱为自己工作 就像作者的小小漫画馆一样 但是话说回来 难道穷爸爸的想法不对吗 社会上面确实有很多人 就是透过努力读书 进了好公司 然后获得高收入 关于这点 作者认为 薪水高赚得多 不一定就等于有钱 关键在于你能够留住多少 所以两位爸爸的第二个价值观差异 就在于现金流 现金流简单来讲 就是钱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 你可以透过观察一个人的现金流 看出他用钱的习惯 穷爸爸虽然收入还不错 但却是月光族 他每天的愿望 就是想要加薪 或是干脆中个乐透 这样就不用再烦恼钱了 反观富爸爸 他则是认为 提升收入也不代表就会变有钱 真正的关键是 你怎么样运用手上的钱 举个例子 穷爸爸的现金流 是在工作收入进来之后 最先处理日常的支出跟负债 缴房贷、车贷、信用卡之后 钱差不多就没有了 等下个月领薪水 就再重演一遍 无限的循环 作者认为 如果现金流是长这个样子 那收入再高也没有用 因为你会很容易 变得赚得多、花得多 最后还是付不起来 而富爸爸的现金流 则是靠着资产带来收入 这些收入 不但可以应付支出跟负债 还会有剩下来的 让你继续买进资产 这么一来 每个月因为资产带来的收入 就会越来越多 形成正面循环 但乍看之下 两个好像没有差很多 不是都应该要应付支出 都要买东西吗 但作者认为 这边的关键是 崇爸爸对于资产 跟负债的定义 完全搞错了 如果我们以富爸爸的视角来理解 不管会计上面 对于资产跟负债的定义是什么 他的定义就走一上 我能不能够把钱 装到口袋里 简单来说 能为自己赚到钱的 就是资产 其他的都叫做负债 比方说会产生股息的股票 可以收租的房地产 智慧财产权权带来的版税之类的 都算是资产 但像是车子 房子这种 你要花钱买 但却无法给自己带来持续收入的东西 在富爸爸的观念里面 就会被定义成是负债 那当然 一般人通常会觉得 车子 房子 或是奢侈品之类的东西 价格都很高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增值 所以应该算是资产吧 不过作者就分享 小的时候 就曾经因为家里住的房子 跟穷爸爸超过一家 穷爸爸认为 房子是我们家最大的资产 但作者就觉得 有这间房子 不管是维修 还是要缴税 都要花掉超多钱吧 但假如爸爸突然失业的话 这些房子的固定支出 不就变成家里的重担了吗 再加上 当时的房价也不稳定 卖掉也有可能赔钱 所以不能够算是资产 应该说是负债 作者认为 穷爸爸之所以无法累积财富 都是因为他总是把钱 花在负债上面 没有去购买 会带来现金流的资产 好的 那说到这里 你可能会想问说 如果我们现在的生活 就像穷爸爸那样子 每个月固定要支出的 就已经这么多了 那我们还能够 怎么样起出钱来 购买资产呢 关于这一点 作者的回答是 那你就先买资产呢 书里面说到 真正区分有钱人 中产以及穷人的 是他们的财务自律能力 这个自律 指的是能够抵抗诱惑 确保你的钱 优先拿去买资产 也就是那些 会带来现金收入的东西 而不是那些 单纯想要的东西 那要做到这一点 你就需要坚持 先付钱给自己 比如说在缴账单 还贷款 这些日常支出之前 先把钱留给自己 拿去购买资产 但作者强调 这不是要大家 不吃饭不缴钱 饭要吃 欠钱也要还 只是顺序不一样 依照穷爸爸的做法 他拿到收入后 因为东脚西脚 最后剩下 给自己的钱 就没多少了 所以无法累积资产 而富爸爸呢 只是会先把钱 给自己买资产 剩下的才用来 支出跟缴费 这两者的差别在于 穷爸爸剩下一点点钱的时候 顶多抱怨一下 但不会有什么压力 但富爸爸 因为先把钱 拿去买资产了 到时候 如果真的缴不住费用 还不住贷款 可能就会被停水停电 甚至讨债 而在这个压力之下 他就只能够 逼自己提升收入 想办法赚多一点钱 所以作者认为 如果能够养成 坚持先付钱给自己的习惯 久而久之 财富就能够自然的累积 好的 关于书中价值观的部分 我们就先讲到这边 接下来可以聊一下 其他人对于这本书的评价 关于这本书的争议 我们主要会从书中的论点 价值观 还有作者本人 三个方向来谈 首先是论点的部分 很多人批评 这本书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不断的鼓励 大家有勇敢的创意跟投资 但是却没有讲到 风险评估的部分 而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有日本的律师就提到 自己在工作上面 常常要帮客户处理 破产之后的问题 结果发现 很多破产的人 都是看过 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之后 就把手上的钱都拿去投资 一天到晚 想着财务自由 结果最后却搞到破产 接着很多人批评 这本书的作者 刻意地把人简化成 两种对立的标签 比如说 作者在捧富爸爸的时候 还会批评自己的亲生爸爸 是因为自己的爸爸不够有钱 那如果这个社会 每个人都只追求财富 靠着房地产投资 想要致富 那很多事情 就会无法运作 而且为了宣传富爸爸的价值观 作者还贬低了上班的价值 好像认真读书 靠着领薪水过生活 就是错的 但是根据大部分的研究统计 一个人的教育程度 通常都会跟他的收入成正比 而作者的写法 很容易会让人忽视教育的重要性 忽视风险 一股脑地想着要投资 最后 关于第三个争议 主要是批评作者亲戚本人 这本书在上市之后 被很多人当成理财圣经 特别是某些直传销团体 非常喜欢引述这本书的理论 你要追求的是梦想 而不是金钱 不要为了钱工作 要让钱为了你工作 有人指控 当年这本书之所以会这么红 就是因为作者跟直销厂商案例合作 透过相关团体的推广 才逐渐地打开知名度 所以他们认为 这本书后来成为直销的话术圣经 让很多人只想投机 作者也要负责 另外也有人质疑作者的论述 缺乏说服力 在出版这本书的1997年之前 亲戚其实也不算富有 他是靠着傅爸爸这系列作品 以及书籍带来的高知名度 吸引大家去买他的现金流桌游 以及贵贵的理财课程才致富的 而且很多上课的学员也控诉 他的这些课程非常没有料 只是讲一些皮毛 完全学不到东西 另外一方面 亲戚也跟着当初帮他推广富爸爸系列 帮忙卖客 卖桌游的合作公司闹翻 两边出现了分轮纠纷 而在多年的禅诉过后 亲戚败诉 原本应该要赔偿2000多万美元 但他却选择直接让自己的公司破产 最后赔给对方的钱还不到十分之一 很多人批评 他这种付钱给自己的价值观 真的是非常的要不得 节目的最后 也想来聊聊我们制作这集的想法 不知道在听完了我们刚才的整理之后 你对这本书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我们自己第一次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确实被书里面很多论点深深吸引 也受到了很多的启发 比如说现金流的概念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而拓展赚钱的想象力 也确实是很多的创业家 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关键之一 然而就像很多批评所提到的 这本书虽然非常会讲故事 可是表达的方式 确实很容易让人低估风险 甚至因此发生严重的财务危机 那当然读者在看完一本书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要做出什么样子的行为 不一定都是作者个人的责任 有些人看完之后 会选择原地错学 跑去直接创业 但也有些人会选择继续工作 但开始练习 检视自己手上的现金流 学习更多投资的知识 所以我们认为 大家或许可以试着用参考的角度 来借出这本书的价值观 如果感觉被启发 真的想要投资创业 那要记得量力而为 多评估风险 并寻求更多可靠的资源 因为就像书里面说到的 人最大的资产就是大脑 我们认为不断学习 或许就是对于大脑最好的投资了吧 好的 那因为我们在投资理财方面 完全称不像什么专家 再加上篇幅有限 这集就先讲到这边 如果我们有说的不够正确 或是不够精准的地方 也欢迎你踊跃的留言 分享你的想法哦 好的 如果是对于这集《穷爸爸、富爸爸》的内容 对于我们的Podcast的节目 或是我个人 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 也都非常欢迎你 在Apple Podcast上的下午心留言哦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掰比